好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 何必太精明呢 老師 你說對不對 同事老愛半吊子 真的讓你好抓狂 不能做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 差不多先生 幹嘛 因為MZ哈到底剛好是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先生 對啊 事情差不多 這樣不行 你問他說 有老師沒問題辦好了 我的沒有寄過去了 後來才發現 人家沒有信箱 他的地址操作 根本沒收到 事實上你寄一個通知區 應該追說你收到沒確認 而且多一個數字 少一個數字都是學問 有啊 我這種事情吃虧很多 後來我就盯我的助理說 你要確認他知道他收到 在你旗下的絕對不可能有差不多這件事情 對不對 其實我自己就是滿差不多 你會覺得老TK 這麼多耶 我是 你是不是差不多就好 可是 我有發覺到一件事情 什麼事 比如說你要辦那個夏令營校外教學 對 你這個就可不能差不多了 不能差不多耶 因為他那天在選小朋友T恤顏色 因為 你說是一千多個去啊 一千多個同一天 四十輛遊覽車 一千多個角色 他要去招待他們去遊樂園玩 總司令 不是 是那個海生館 屏東的那個 他就要做那個統一管理的衣服 他顏色他一個一個挑 來來回回 這個我就不能差不多 平行我待會要問打樣到了沒 還不愧去 還不愧去問 還沒到啊 有時候你知道 電腦的顏色看起來跟最後打樣 不一樣 這重點 如果打樣再不來 你就直接噴漆了 說記號 噴小朋友啊 剛剛那倒幕的一樣 從上游下到這塊我 一樣顏色 是啊 真的啊 有時候你真的不能差不多 因為電腦看起來 是我的標準色 桃紅色 我的字樣 結果你沒有要求看打樣 只有一千多個小朋友 穿的是大紅色 那不是我徐薇的顏色 不是我一樣 不是我徐薇的顏色 對 真的跟喜好出去 對啊 差不多 你自己很嚴謹 但是你同事 同人差不多的時候 大麻煩嗎 真的 那討厭的老闆是自己差不多 要求別人很嚴謹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老師你怎麼笑那麼愉快 真的 好 今天歡迎四位專家來賓 首先第一位 新聞追求精準百分百的資深媒體人 笑成功 好久沒叫了一下 好久沒叫了一下 凡事差不多 其實差很多 到時候老闆還會對你講 你馬桿差不多 那就嚴重了 很重 對 下一位經常被半吊子同事 害到的職場觀察家張雪蘭 哈囉 如果工作表現只求差不多 那麼你未來的工作成就 就會差很多了 歡迎雪蘭 下一位生性莫非定律 也會害人的生活觀察家破功 都差不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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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為遇到差不多先生 就讓你喔喔喔喔 今天就教你怎麼樣 避免這些人 好 謝謝Paul哥 下一位身邊充實差不多同事的 財經專家羅葉利 哈囉大家 如果你身邊的同事都是差不多 你就千萬不能也差不多 否則你的職場生涯也只能差不多了 真的 可是這種氛圍會影響 進竹者是怎麼樣 你黑黑 是不是 你就把我上下臉 這真的會是影響 對不對 人家差不多 你久而久之跟著他們一樣 有一次呢 那個時候就是 要同時完成很多刊物的時候 那老闆說 簡單啊 你叫別的部門支援你嘛 公司研究部那麼多研究員 那麼多分析師 每人交一天 你覺得編雜誌很難嗎 有道理對不對 那就照做了 我就很立刻很卑微的 跑去研究部 跟研究部的主管還有同事說 拜託各位是不是能夠支援 我們一些產業分析的稿子 每個人都說 OK 沒問題 三天之內一定交稿來 結果英文那時候編輯部主管 結果一看那稿子 傻眼了 就是它其實不是我們要的那種 很產業分析的稿子 他們都寫得太難了 他們都不太會說故事 他們就是一堆數字 可是其實讀者對於這種文章 會怕 會怕 有些財新雜誌 我們只看前面的那些 看公平人數 專欄作家寫的 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 加一點故事 比如說你可以寫下 Paul哥買了什麼產業型的基金 然後一起賺了多少錢 他是用了哪些心法之類的 就傻眼 我同事當場就回我一句話 燕麗你不知道嗎 我的能力就是到此啊 所以我是在研究部 我不是在編輯部啊 他講的也是有道理 所以最後的下場 最慘的就是我 我一個人要把所有編輯部的稿子 全部重新改寫一遍 不過幸好還是如其初看的 只能說我那一陣子 每天睡不到兩三個小時 那他就黑掉了 他在你心目中就是黑了 反正他打考基的人又不是我啊 那只能說就是以後他們研究部 有什麼事情要請我們編輯部來支援的時候 我也差不多啊怎麼樣啊 反正我的考基也不是你打的啊 這種會互相的喔 會互相 會互相 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你的制服的大漾對不對 我就想想我們過去 我在一個報社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也就至高分也就說 公司因為他一年有兩套的制服 我們那個報社很奇怪 就要求他穿制服 結果後來就訂製制服 那訂製制服的時候 那他就找了國外的廠商 你知道因為報社很有錢 所以OK就讓他去發包 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大家開始量量 量到最後的時候 就應該要發完大家穿嘛 結果記得那天的時候 開的是我們就是整個報社的 所謂的編載業務大會這樣 結果大家一穿上去之後呢 所有的男生覺得怪怪 你知道為什麼呢 怎麼了 因為他在勾選那個的時候 有F跟M 他就要他把全部勾成女生 女生的那個襯衫有胸線 你知道嗎 我們穿起來之後都覺得奇怪 怎麼胸部好狼狼 乳乳症 乳乳症 最好就是我們的社長 那一天的時候 因為他老先生不知道 為什麼中間會有一條 橫的線在這裡這樣 他會把外套西裝脫掉 我們就看了 有點就看他這樣子 中間就有點狼狼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講話 好前衛的穿著 這真的 你想到了嗎 這個差不多完了 最後就掛了 我們有在這個外商公司 資訊公司的時候 我跟他 我們某位 查姆多先生 就一起去這個上海 然後去受訊 因為那時候當時有一套 這個所謂的物流管理系統 非常歇級 我們已經把它賣給 國內某家的大賣場 然後要派我們兩個人去受訊 然後他負責的是進貨的部分 進貨部分的設計 跟系統的這些設計規劃 我是負責出貨 所以我要接他的東西 所以他先去上完以後 我就後面再去上 就我要看他的筆記 一看 怎麼都在畫鬼畫符 要不然就在畫漫畫 完全就沒有記任何重點 然後我就說 你寫這個我都看不懂 等一下我沒辦法接你的工作 這差不多吧 這個要靠腦力的 這個寫這個都沒有用 你就隨便聽一聽 只要當場會記會操作就好 我們去那邊這樣實數 加上這個教育訓練 一個人花了100多 所以他100 我100就已經200了 200萬以後回來 開始做了 在這個大賣場裡面 大賣場大概知道 那種貨倉很大 要進出入系統 完蛋 你就看那個他們有機器手臂 要去抓那個東西 應該是要抓到東西 然後把它回到歸位原來的位置 就是娃娃機喔 對 類似這種 沒錯 但是更大台的那種 很大台的那種 有沒有 還可以加那種成板 整個夾起來那種 就會看到 一直抓不到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把它調過來一點 我會 我會放心 我記得那是怎麼弄 就會想到 這都夾不到 甚至到最後是 夾到 整個這樣掉下來 整個貨物都爛掉 然後客戶看了傻眼 我說 你這個系統是怎麼學 你連進貨把所有東西 堆到倉庫 分門別類堆到倉庫 都沒有辦法 這基本功夫 對 相對來講 連我都不行了 因為我是負責出貨的部分 你貨根本沒進 出貨根本不用出 結果那個大賣場的案子 幾千多萬 我們剛剛講到200萬 200萬那是小事 整個幾千萬客戶說 你們學什麼差不多的功夫 還說什麼最標準的這種 所謂外商系統 完全是亂七八糟 我要解約 就一解約起來 公司整個損失兩三千萬 就因為他覺得說 沒關係 我都記得住 事實上人的肌力 沒那麼好寫下來 寫下來 好 我們來看幾種 因為半調子差不多 讓你抓狂的狀況 第一種行為是 工作 有做完就好 完美程度不重要 這真的很糟糕耶 小姑妳來分享一下 我一個建案客戶要設計海報 然後就跟我們美工講 那我美工就是過了幾天 之後把第一版的海報設計出來 我們客戶整個翻臉 因為客戶那個海報大概是這樣子 他建築物的照片 就有旁邊這一小角 然後剩下全部都是建案的宣傳字眼 那客戶一定覺得不行說 照片太小了 就過了幾天 第二版的海報又出來了 變成全部都是建案的照片 然後結果宣傳字眼 旁邊的一小角 根本看不出來 太極端了吧 太極端了吧 有點極端 對啦 對啦 有點故意的 客戶就想說 要給他最後一次機會 結果第三版出來 客戶只能暴怒 因為我們美工直接把他的照片 換成其他敵案的照片 他說這個比較漂亮 所以我們客戶整個 太生氣了 然後把這個案子給我們做 然後害我們公司損失200多萬 我們之前遇過一個朋友的一個餐廳 那時候我們去幫忙 然後那個餐廳裡面就是 有賣各式各樣的麵 裡面也有素的麵 因為所以很多一些 附近的一些伯伯 或是那個老太太太太太 那個婆婆媽媽們 會去那邊有吃素的人 會去那邊吃他的那個素湯麵 還不錯 那我們有時候去幫忙 會說順便去看一下 結果他們最近那時候 就請了一個洗碗的阿姨 然後那洗碗阿姨就是 專門就是洗碗而已 想說很簡單嘛 然後這樣洗一洗刷一刷而已 然後問題是這個阿姨 就很奇怪 每次電話接不完 然後好像每次電話接來 就是跟媳婦要吵架 所以那個碗也是隨便呼兩下 就靠呼兩下 我說哇塞 他還是油的 你有洗嗎 對 我說第一個這樣有洗嗎 第二個這樣 看起來怪怪我的臉 在旁邊看了 我都覺得說 我還這樣想 阿姨這個可能要多洗一下 你老闆 你在說什麼 我說 對啊 你憑什麼 這次我是為了這些其他 因為我搞不好也要吃到 等一下也要吃到 所以我也會害怕 結果好死不死 那一次來 來了以後就有一個阿嬤就來了 然後吃了兩碗以後 就忽然開始 整個都起紅疹 然後整個這邊都紅起來 吃到幾間 而且開始整個人 就好像有點頭暈 然後送酥油這樣 然後我就會說 什麼什麼 然後這時候他們就看 我們看他臉都有點白 我們就趕快跑回去說怎麼了 他說 原來他是身體 比較有特異體質 吃到晚可能 他真的沒洗乾淨 上面還有一層半的豬油 所以他吃起來的時候 他以為是素油 香油 就沒想到居然是豬油 喝了兩三口以後 整個人就發作整個紅疹 然後害我們跟那個 我們的那個朋友老闆 一直跟他對不起 然後還送他去醫院 然後才跟那個 所謂洗碗小姐講 你覺得你少磨兩下 沒有差很多 工作有洗到就好 其實這真的差很大 搞不好還差點鬧出人命 你看多可怕 對 其實剛剛Paul講這一段 就讓我立刻想到 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因為我自己也是過敏體質 那所以呢 像我每次去泡溫泉的時候 Paul知道我是過敏體質 為什麼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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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龍黑貝 不要小龍黑貝 他知道是因為 這節目就公開了吧 他知道是 公開什麼 為什麼知道 他知道是因為 他們家的產品有衛生棉 然後他們家的產品是 自然的抗過敏的 所以我有在用 所以他是帶人 大家不要想歪歪 我體質也是滿敏感的 是不是 我不想知道 我也想敗演一下 太多 information 太多資訊 等一下Jason會殺了我 所以他已經滿了 好 我是不是可以講 我體質也滿敏感的 你也想適用嗎 這樣子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只要那個溫泉 它有加自 那個叫什麼 自來水 自來水 對 它只要有加自來水 或者是加熱的話 其實我就會立刻起疹子 那我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那其實北投 有幾家那個溫泉業者 溫泉飯店 它非常非常貴 假日大概 就算是大眾池 要泡的話 也都是700到800多塊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家非常有名 我好幾個同學 推薦我一定要去那一家 因為它又在捷運站附近 又很方便 然後它設備又很多 結果我一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問那個店員舅小姐 我就問她說 請問一下你們的溫泉 是不是純天然 不加不添加任何的自來水 或者是綠 因為綠可以消毒殺菌 就純天然的溫泉 然後那小姐店員就跟我說 盧小姐她立刻認出我 他說盧小姐 我跟妳保證 100%的天然的溫泉 絕對沒有問題 那她很誠懇的跟我講 對不對 那我就 對 我有跟她解釋說 為什麼我會這麼機車 我不想讓妳覺得我這麼機車 是因為我泡了之後 我會立刻起疹子 結果那小姐她店員就 就還是再一次跟我保證說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有得獎 我們還有那個頒獎的獎牌 一定是純天然 天啊我只泡了五分鐘 立刻起疹子 我起了疹子之後 為了證明我不是說謊 我就立刻穿上衣服 我就去跑去炒電油 我說你們應該有加自癌水 然後結果那小姐說 我幫妳打電話去問我們經理 結果經理就跟她講 妳繡給她妳身上急診 我全部都急診